上个星期行政院已经开始审议观光赌场管理规则 换言之 在国内第一部的博弈专法 很可能在这个会期就会送进立法院 一切顺利的话 去年才通过博弈公投的马祖 将会成为国内的观光赌场第一个落脚的地点 当然整个事情目前国内还是有极大的争议 因此东森的采访队伍 我们最近特别到马祖去看看 那边民众究竟怎么看 究竟这个蓝图会是如何 当地的现场告诉我们 其实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不得已 而且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理由是他们需要经济跟交通的建设 我们看看马祖的观光人数 这个人数你可以看到 马祖在旺季跟淡静的时候 观光客来的人数几乎相差一半 换言之交通是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没有好的交通建设 游客想来也来不了 但这个交通建设需要上百上千亿的机费 因此他们可能只能求助于 那些想开赌场或者观光设施的国外业者 而国外业者果然是非常有兴趣 他们甚至提出了很多蓝图跟资金 包括说马祖 现在正是中国大陆外围这些国家 都准备新建赌场的 一个最中间环节的重要一站 正在这里的话 将有良好的地理跟枢纽位置 他们也愿意投下大笔的资金 帮助马祖人吸进他们最需要的机场 跟桥梁设施 这一切的配合真能成功吗 整个马祖人迎接好了他们做的准备吗 他们真的愿意把目前的宁静 来换取未来整个的观光业 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吗 我们去那边寻找答案 也让你来看看 为在台湾西北拥有四乡舞蹈的马祖 有人说就像撒在海上的一串珍珠 也有个美誉叫做海上桃花园 这里有世界第一高的马祖神像 世界最完整的闽东部落 世界最密集的军事坑道 而他在去年七月之后 有多个新第一 台湾第一个通过博弈公投的地方 纵使只有四成投票率 但每一票都是马祖人的选择 最终结果1795比1341票 差不到500票 马祖人决定跟未来赌一把 为了了解多数马祖人 非要改变不可的理由 我们从飞机再搭船舶 到了未来有可能改头换面 被投资商视为赌场预定地的北竿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令人陶醉的夕阳暮色 得天独厚 纯净无瑕的美 难怪今日马祖 早已脱去战地的迷彩外衣 观光发展已成核心产业 只是在北竿机场旁的餐饮街 分了半天没客人上门 餐厅门口露天座位空无一人 走在马祖北竿唐祺村的街道上 你可以感到这里是一片的宁静 祥和 也是台湾其他地方的街道 绝对不可能找到的 站到我旁边的就是唐祺村的陈村长 村长在这边的感受之下 你会不会担心将来这片宁静 会因为其他大量的娱乐事业的进入 破坏了它 其实这一点我是不是很担心 地方就是要有发展 那在我们这么宁静的地方 但是在背后是非常没有发展的 没有远景没有未来 灯火静夜 在我们眼中淡然的生活 当地人却忧心不已 高龄化人口越来越多空污 就算观光人数去年突破十万 还是不见观光热点应有的繁荣 加上原本经济支柱阿兵哥 也从最多五万多人 减少到现在只剩三千多人 马祖似乎已经被逼到 若是不选择独岛 就只能变成荒岛 人越来越少 下一代的孩子也都不留在这个地方 像我的下一代也在台湾 为什么 为了教育 那有些年轻人他不在这边 为什么 工作 平凡的生活步调放眼望去 马祖确实人不多 地不大路不宽 岛上建设少有现代化 光是红绿灯就只有这么一个 又够稀有 连种菜为生的阿嬷 都感到未来渺茫 马祖人要生存 所以要改变 但他们的选择 换取的可能是在一戏间 失去着独一无二的人情 以及地貌 马祖便独到 也是有人反到底 但显然 投资者画出的大饼 在马祖人心中 占了上风 他来推动了什么 博弈 博弈 你们喜欢博弈吗 喜欢 美商娱乐公司找在博弈公投之前 总裁就亲自领军和村民博感情 更规划出度假村蓝图 预定地就在北干机场 东部的大澳山海域 打算在这里填海造路 除了包含赌场的度假村 周边还有家庭别墅 新建大学 吸引观光客的基础建设 包含南北干大桥 新的渡轮系统 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大型客机起降 不受大物干扰的 四溪级国际机场 带来人潮就有前潮 马祖人信了这个铁律 怀德还承诺7万个以上工作机会 每年给马祖人最高8万的回馈金 但多数马祖人看中的是 有赌场就有机场 终于可以不再靠天吃饭了 台马轮缓缓驶进港口 台湾到马祖只有两个选择 不是坐船就是飞机 但航班有限 一天最大流量500多人 还常因气候因素停飞 观光客戏称 到马祖关导游 交通受阻 哪都出不去 因为交通难 纵使马祖有琴碧村 正美到可媲美欧洲地中海的景色 台湾人来得不多 大陆游客也没因小三通 大量涌入 但如果盖赌场之后 投资商预估每年可以吸引 450万人潮 其中350万目标路客 原因就在马祖的地理位置 和大陆只有一海之隔 最近距离只有9.5公里 往返单趟最快不到半小时 比到台湾还快 因此业者打出 福州驻 马祖赌的如意算盘 但对岸似乎不太赏光 最后一月才声,我们听到中国人 贡献人有大涨 对最大的谄司 对保持加仓的建筑 在国家这块 建筑中 它提供他们没有赏光 他们不提供则 他们没有提供 建筑或关注建筑 例如较节奏 他们他们他们 他们不提供 公共的公共国人 在这个场合同 公共公共组 公共同 华德对陆方的一盆冷水 抱持乐观态度 反倒是台湾这边 博弈法案在立法院还没过关 更为棘手 连马祖人自己都急了 带有博弈的这种 国际休闲度假村 你觉得是不是马祖民众 最好的一个选择 在目前来看 是不得不的选择 也是最好的选择 马祖人期待 这次拿赌场换机场 不要只是梦一场 因为这或许 是马祖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也不能说 我们今天博弈通过了 他们投资商乱挖乱啃 那我们可能也会有 一些反弹 迎来赌场 马祖人是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 博弈这条路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但这一选择 是经济奇迹 还是环境毒药 赌一把的输赢 唯有等待时间证明了